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或者我炸了 害怕在B站弹幕文化中也并非害怕的意思 而是对于内容过于滑稽 鬼畜等表示迷惑不解 凭借着蔡明老师声音的高辨识度和蔡菜子小萝莉形象的巨大反差 这场直播实实在在的爆了 在开播25分钟后蔡菜子那那口就迅速增上B站直播人气榜第一 达成百件成就 直播间人气值突破了600万 话题蔡名蔡菜子登上微博热搜浏览量高达1、2亿 在这场略显不可思议的跨界 跨资源联动下 FUB这一概念也跟着出了圈 P.S. 圈外人士对百件可能不了解 B站直播时观众上见后可以获得多种特权 价格从198至19998部等 百件是一个门槛 实有趣非官方观点 蔡菜子可能是笔战最快达百件成就的主播 什么是V 从何发展而来 半爱Kizuna AI则是目前公认的第一位虚拟YouTuber 粉丝们会用爱将来称呼他 他在2016年12月以虚拟YouTuber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随着伴爱越来越火 2018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FUB等这东西传到了咱们国内 自然就入乡随俗变成了FUBFUCHUO 顾名思义就是虚拟YouTuberFUCHUO 只以虚拟形象在B站进行娱乐活动 并有中之人 真人声优配音的虚拟主播 例如B站当红发发 林渊月子的中之人 是曾在B站活跃的YouTuber 这次出道 吉鼎刘德蔡菜子的中之人蔡明老师 也是在今年6月正式入住了B站 而目前在国内最为人所知的初音未来 洛天一言和则属于虚拟偶像中的虚拟歌手 这一戏分类别 B站直播区里的FUB正在崛起 时有去通过搜索蔡菜子的公开资料发现 Ad蔡菜子Nanako是B站与明星合作的FUB造星星模式 属于B站的Visual Real VR Star企划 也是B站与日本公司旗下的虚拟主播企划 彩虹社共同打造 FUB在B站的诞生兴起的契机主要有以下几点 1.Z次元用户壮大且成为消费中间力量 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显示 国内95后已接近2、5亿 占整体网民的52% 95后至05后二次元用户渗透率达64% 到2020年随时代年轻人预计将占据所有消费者的40% 在B站等二次元平台积极破圈的推波助栏下 二次元用户规模则从2017年的3亿增长至2019年的3 9亿小众变成大众 Z次元用户消费潮流前卫追逐个性 重视科技感强调精神消费 虚拟主播十分契合这些特点 二受日本二次元文化和本土ACG行业发展的影响 B站社区对于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一向嗅觉很敏锐 2016年伴爱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很多字幕组 二创组通过汉化切片等形式制作相关内容并上传至B站 B站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和文化 同时很多日本的VTuber也在寻求海外市场的拓展 B站也成为日本VTuber在国内生长的优质土壤 2019年5月B站和彩虹社就联手推出了中国虚拟艺人企划 Virtual Project旨在招募和培养国内的虚拟主播 三技术的进步使得VTuber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 最初虚拟偶像制作能力被少数公司掌握 且技术相对简单 仅提供合成电子音乐和拟人化形象 后来在AI加持下 面部捕捉动作捕捉等VRAR技术日趋成熟 让虚拟偶像制作更容易 形象更丰富 不过当时虚拟偶像比虚拟主播成本更高 2018年一个虚拟偶像生成技术投入要1000万左右 而近年来手机面部技术使得个人使用一台手机 一个摄像头就能够制作出虚拟形象 并在网络上进行演绎